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再过几天不就是圣诞节了吗 最近我们家小区里面 大家都在花心思装饰自己的前院 我也看到很多小伙伴在朋友圈 晒出了他们家装饰的非常漂亮的圣诞树 其实我今年也很早就把我们家的圣诞树拿出来了 之前也在Vlog里面跟大家分享过 但是室外呢,由于我们今年要出去玩 回来的时候圣诞节已经过了 所以呢,我就没有花时间和心思来装饰 不过我最近呢,看上了我们家会员的这颗 紫微树 突然觉得同样是树,感觉也可以来装饰一下 刚好我最近也想要给附近的小鸟准备一些吃的 之前在视频里也提到过 冬季对于鸟类来说呢,是一个食物非常匮乏的时期 所以呢,时常会看到美国人在家门口挂一些bird feeder 里面装满种子 用来给附近的小鸟提供一些食物的来源 那bird feeder,圣诞节装饰 就诞生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项目 我把它取名叫做小鸟的种子花环 OK,那接下来就到了最有趣的时候 来教大家怎么做这个小鸟花环 其实它非常容易啊 大家如果分解开来看 它就是下面这个用种子做成的小花环 再加上上面绑的这个丝带 那绑的这个丝带呢,大家可以自己发挥想象 我这里呢,是用一根粗的丝带线先把这个小鸟花环给挂起来 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个蝴蝶结粘上去的 那大家如果觉得很麻烦呢,也可以只用丝带 毕竟是挂在外面嘛,越简洁越好 当然呢,大家也可以买现成的小挂饰 放在中间,都是很漂亮的 那我们先来做下面的这个花环 其实这个花环非常容易 我需要的材料呢,就是这个喂小鸟的种子 那北美的小伙伴呢,大家去附近的garden center就能买到 那不同的种子是喂不同的小鸟的 如果你有特别想看见的小鸟的品种呢 要注意挑选他喜欢的种子类型 然后除了这个种子呢,我们还需要 面粉,吉利丁粉,以及corn syrup,玉米糖酱 我今天呢,会用的是maple syrup 因为我们家已经有了,而且已经开平了 我想快点把它用点,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模具上呢,我这次选的是这种 用来做甜甜圈的模具 然后我这边有一二三,三种大小 大家在选择大小的时候呢,记得选择适合自己的 因为我今天是想要把它挂在强威树上 强威树的枝条呢,有一点软 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大小挂在树上 它的比例会比较合适,也比较好看 但是这个是最后做出来的大小嘛 我把它挂在强威树上以后发现 它的枝条太软了 有点承受不住这个大小甜甜圈的重量 所以你就需要很认真地挑选比较粗壮的枝干 所以最后呢,我觉得这两种大小的甜甜圈模具 比较适合我自己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如果你选择的树枝比较粗壮有力 能够承受住这个大花环的重量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我个人觉得也不一定要用这种甜甜圈形式的 虽然我们叫花环 但是我觉得其他形状也会很可爱 像是你可以用这种圆圆的模具 或者这种圣诞树形状的模具 做出来的小鸟花环应该也是很可爱的 所以大家不用拘泥于这个模具的形式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甜甜圈的 只是因为我觉得中间有个洞 比较容易挂起来 OK,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要往这个碗里倒入1cup的水 我这个刚好是1cup的凉杯 这个水一定要选择热水 因为我们之后要用它来化开我们的吉利丁粉 接下来把我们的吉利丁粉倒进去 充分搅拌以后呢 我们需要一用1分之1杯的面粉 打烧一面 一杯 差不多 OK,那搅出来的面糊应该是这样 不太流动 有一点粘性的面糊 我们现在来加入糖浆 需要6个tablespoon 也就是说12勺 搅匀 搅匀 搅匀还是这种比较稠的固体 你搅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阻力 这里有4个cup的小鸟种子 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碗 所以呢我们先做一半 把刚才做的面糊放一半进入这个小鸟种子的碗里 搅拌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打蛋器就不是很好用了 所以我会把它换成刮刀 然后你翻拌就可以了 尽量要把多的种子给压进这个面糊里面 拌完的种子呢大家看一下基本是这种 就是你把它铲起来它是比较松散的 但是你用力压一压呢 又可以把它们压紧实的这种状态 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种子加的太少的错误示范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面糊都露了出来 而且它的流动性会比较强一些 只要是不要让它有流动性 大家看我这个盘这样转动 它是可以以一个固体的形式存在的 这样就已经办好了 我们现在来拿一个模具 这个是比较中等大小的模具 把做好的这个混合物压进模具里 这一步呢可能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需要大家比较精细的把这个混合物去压入模具里面 你压的越紧实呢 你做出来的花环就会越规整 因为如果中间有空隙呢 你做出来的花环就会比较坑坑洼洼 所以大家注意要花一点时间在这个过程上 我用的方法呢 我觉得比较省时间的方法是 我会先这样大块的往里填 然后我会用这个小挂刀 用力的往下按 确保所有的空隙都会被填满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做出来以后不好调整 因为它做出来以后不是完全硬的 它是有一点韧性的 有点像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橡皮圈 就是它做完以后 你还是可以通过按压的方法 稍微的调整它的形状 所以 这个底你没有按得很平也没有关系 根据我上一版做出来的经验呢 我会选择把它这个圆形的这个轮廓 给勾勒的稍微好一点 因为到时候还是挺重要的 OK 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模具都填满吧 那接下来呢就来教大家一下怎么来做上面的这个蝴蝶结 其实我也是现许现卖的 大家呢就先挑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丝带的颜色 我记得里有一个细的版本 是我想给这个小的小鸟花环做蝴蝶结的 然后这个大的 就是给这个大小的小鸟花环做的蝴蝶结 首先我们先取一段这样长度的丝带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丝带这样绕过你的湿纸和中指 就是说用大拇指固定住这一段开始的部分 然后剩下的部分绕过你的食指和中指之后呢 从这个大拇指下面这个位置穿过去 形成一个这样的情况 然后把剩下的尾巴绕过来以后呢抽紧 相当于是做蝴蝶结中间那个收住的部分 看到没有 然后再从这个下面绕出来 两个蝴蝶结的耳朵就有了 分别在你的食指和中指上 接下来就是把它们整理一下 那做好的蝴蝶结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来剪这个蝴蝶结的尾巴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蝴蝶结尾巴的长度呢 是刚好能够垂到这个花环的下面 像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的比例比较合适 所以在剪的时候呢 我会把蝴蝶结先放在我这个想要的位置 大概就是这个花环的上面 然后大约的比划一下 就可以把尾巴剪掉了 如果剪完之后呢 如果你还要再精致一些 就可以把蝴蝶结的尾巴剪成这种 三角形的 就是这样 好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蝴蝶结 给它放在这个小鸟花环上 我会先用一截丝带 这样穿过小鸟花环 然后把上面自己组 像是这样 如果大家不想要做蝴蝶结 或者不想要太复杂的装饰的话呢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拿去放在树上 那我呢还会再多一步 就是把它粘在这个地方 那粘的这个过程呢 由于是室外 如果是室内的话呢 我就会用双面胶或者液体浇水 室外的话呢 我会用一个就是浇水枪 但没有的话呢 用502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我们先来把这个预热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已经预热完了 就把它 这样就做完啦 它就是用细的那个丝带做出来的蝴蝶结的效果 大家可以跟这个大的比较一下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小鸟花环还是很有节日气氛的 而且呢 它拥有自己的功能 可以用来给小鸟提供一些食物 所以这是一个我一直很想做的项目 今天呢就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帮我订阅点赞以及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发声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